我得到的 不是啊 我抽獎抽到的 一顆抽獎得到的丹藥 能瞬間治癒你的重傷 還讓你靈力大增到足以打敗靈者 不 靈力大增是因為會員專屬特權 你 不想說可以不說 何必找這麼扯的理由 我 我沒騙你 我說的都是真的 你去哪兒 給你去找吃的 三天沒吃東西 你不餓嗎 就鬼瞎吹 什麼抽菜 也難怪人妹子不信 本系統的道具 哪一樣不是舉實罕見 不過 你以後長點心 別人問什麼就說什麼 才不外露懂不懂 她可是我未來的老婆 你除了知道人家名字 還知道什麼 乖 那妹子能惹來靈者的追殺 身份肯定不簡單 乖乖 反正在我這兒 她只是墨白雪 色令至昏哪 百科全書為您介紹 赤眼鼠 一階魔獸 相當於人類啟零六階的實力 會噴射火焰攻擊 你才剛醒就來獵殺魔獸 真的能行嗎 哼 永遠不要質疑一個男人行不行 這是對她的侮辱 林依 嘿 孫子 這個笨蛋 椰子居然罩惹這麼多 奔離劍 靈魂剝離 的確比之前攻擊力恢復力強了很多 我 我去 這隻赤眼鼠是吃了輻射嗎 長這麼大 百科全書為您介紹 一隻眼鼠 一 擁有一定的能力 實力強勁 屬性遠差普通智眼鼠 有著全方位的加強 看上去就很值靈史 你不太大呀 射速度 還算不錯嘛 你以為這就結束了 看你怎麼躲 一 啊 燙燙燙燙燙燙燙啊 可惡 居然敢回我俱美的熔顏 凌翼 你沒事吧 沒 是 一 一 喜欢喷火是吧 你自己有没有事被烤的滋味 奔雷剑 奔雷狂斩 灵魂剥离 想跑 没门 我有没有很帅 帅很帅 你的发型 你的脸 等什么等啊 缓了 我都看见了 你等等 收 蛤蟆快 这次的收获都给你 快给我换个能快速恢复我面貌和发型的东西 速度 好嘞 快 你的发型 我的发型 不是一直这样英俊潇洒的吗 这边的赤眼鼠群都被杀光了 你还知道哪里有魔兽吗 你还没杀够 这可都是零食啊 何况 还能让我提升实力 一举两得 走了 继续打魔兽去 你跑慢点啊 我先说说你的脸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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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追了好幾天的變異黑魔狼 最後還是讓他跑了 變異的黑魔狼 那可是人類靈屍的水平 你該慶幸是他自己跑了 不然你這起零八階 你 難 難道 我 我這是要突破了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靈能氣場 今晚這漫天星宿 特別精神 七星藥華 難道這股力量來自於星星 竟然透過啟零九街了 蛤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七星藥華要在星空下修煉 哥 是啊 那你不早告訴我 你也沒問呢 我 那我現在問你 你還有沒有什麼別的重要信息沒說 蛤蟆 諮詢要收五十幾分 乖 你這奸商 看來宿主沒別的事了 那就在你 乖 等等 先把我這段時間存的魔獸屍體收了 嗯 好的 乖乖 乖 嗯 恭喜宿主獲得四千五百幾分 乖 哼哼 終於可以買離婚感知了 哼哼 哼 哼 什麼情況 那 之前不是三千七分 怎麼漲價了 之前是活動價 現在活動結束 有問題嗎 這是坐地起價 你要是現在不買 待會兒可能會漲價喲 死蛤蟆 你給我等著 哼 感謝你的會顧寡寡 靈魂感知 寡 宿主請收好 到時候的積分還沒五日就沒了 合著我就是個積分中轉戰 只要你學會了靈魂感知 就能隨時找到魔獸 到時不管提升實力和積攢積分 那不是守道琴來寡 小兔子乖乖 把門開開 小兔子乖乖 把門開開 靈魂感知 靈魂感知 哇 真有意思 墨白雪 在睡覺 哼 我去看看遠處 有什麼妖獸 為什麼我的感知範圍這麼小 好像不到一公里 因為你現在實力不夠啊 請注意閱讀使用說明寡 啊 啊 範圍和效果會根據自身實力提升 這也行 自這麼小 嗯 宿主還要努力變強哦 你個奸商 居然欺騙消費者 這破玩意兒我不買了 退貨 不好意思 商品售書 該不退換 那我以後都不充零食了 乖 呃 大爺別這麼大火嘛 這樣吧 我額外贈你一個危險感知乖 在你使用靈魂感知時 有一定幾率發現潛在危險 啊 危險感知乖 不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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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變化都沒有啊 死蛤蟆 又狂了 啊 警告 東南方向有危險接近 死蛤蟆 這卻不是之前 狠神傭兵團的人 百科拳師為您解答 行鬆犬 二階魔獸 等同於人類領者實力 追蹤力極強 是七味犯了我 我得趕緊回去 白雪 我們得快躲起來 啊 哈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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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可让我好找 杀了我们黑烧帮的人 还拿了我们的宝盒 一万次也不足惜 好强 林医 很弱 不知死活 你我 滚开 你是蛮大的吗 不用龙力也白大 我不会让你 伤害林医的 白雪 白雪 啊 啊 啊 可惡 三手 真难缠 天忆 你们不是想要这个吗 放了他 早这样就好了 不过 现在完了 杀了他们 你 我可从没答应过要放了你们 把雷剑 蛤蟆虽然坑 可是东西倒是厉害 一笔黄结低纸的短刃 居然能破开灵者独兽的肉身行运 蛤蟆虽然能破开灵者独兽的独兽 去死吧 休想 还可以吗 接下来换我陪你们玩玩了 来就来 叶眼崩山垂 三雷剑 老大 这点能耐吗 好强的力量 来得好 看来我完全不是对手 这是 水 有了 机会只有一次 小子 小子 你还没认清是实吗 你打不过我 就是现在 分雷剑 分雷狂斩 终于结束了 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还是留着以后卖零食吧 黑蛇帮的人 恐怕不会山霸甘休 我们不能留在陆日山脉了 那我们就回白地城 刚好可以把收集的魔兽材料卖 你怎么只想着赚零食 当然了 这可是大事 那只蛤蟆可坑零食了 蛤蟆 你又饿了 这事又要突破了 别人几年都不一定能进一阶 你却从麒麟五阶 一举月入灵者 连冲五阶 零一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恭喜宿主成功晋级到灵者 可以随机获得一种副职业 副职业 来吧 抽到什么是什么 乖 好嘞 好嘞 开始吧少年 乖 是按这里 我 恭喜宿主 解锁练器师之业 练什么器 气你个大头鬼 练器师可是灵神大陆 备受尊崇的职业 在灵神大陆上 想要变得厉害 除了功法武技外 武器是提升最大的 乖 那不就是个打铁的嘛 你 算了 反正你现在可以 在锻造台进行锻造 也可以在储物空间锻造 材料越珍贵 出来的东西就越好 成功几率也越大 哦 呱呱 好吧 不是好歹 快 你还有个升级礼包 这是什么 百科全身外面解答 闪电瓶 装有雷电阻力的瓶子 你小心点 儿瓜 儿瓜 关注零以后 投掷出去 你 你 有点儿瓜 儿瓜 给动手造成 巨大伤害 嗯 这玩意是不错啊 百科全书为您解答 陆元丹 使肉后可恢复一定伤势 那就是 自娱丹的肉画版 啊 瓜瓜 你可以升级一个技能 准备升哪个 肯定是七星耀华呀 那可是我的超级大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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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 瓜 七星耀华升级成功 哇 开启七星耀华主动技能 使用条件极为苛刻 请宿主谨慎使用 等等 死蛤蟆 我还没看完 你弄我出来干嘛 你 因为妹子要走了 瓜 让你再看她最后一面 不用谢 林依 小姐 既然她醒了 您可以亲自和她道别 要走了 这么冷静 我 我又必须要去做的事 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不能 那我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这是 当你能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 就能找到我 到那时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 就当是 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嗯 哇哦 乖 好 啊 那么 再见了 嗯 我们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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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打算挽留啊 人家真的走了耶 呱呱 呱呱 我叫莫白雪 你呢 不是你让我暂时跟着你 你终于放下错的一弹 谁不曾懂 傻子的伤 天下我孤独 一身大胆 追你我约 地生死之爱 傻子 什么药球都可以吧 就算我要你嫁给我也可以 我还 任何药球都可以 小姐 你等我三年 三年后 我一定会去找你 我们走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得有任何暂时 否则 我会很生气的 还有 再见面时 我一定可以保护你的 之前我们说好的 到时你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任何难题 我会去找我 我陪你一起看 我陪你一起看 你能不能打起精神来 人妹子都说了 只要你变强就能再见到她 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 要多充灵石 充灵石能变强 这半个月你都来回念到八百遍了 我散归散修炼也没落下呀 现在都入灵址三界了 但你要是充了灵石 还能再往上充几间 我杀的那些魔兽尸体 已经全卖给你了 地主家也没有存粮了 不 你还留了变异清风暴和青狼王的尸体 打住 这是我要卖给炼气阁的 神经病 你卖给炼气阁不就想换炼气材料 这东西我有啊 瓜 而且我还能帮忙炼气 不过炼气是另外的价钱 要额外收灵石 人呐 瓜啊 瓜 我还没说完呢 瓜 你再考虑考虑 瓜瓜 你再考虑考虑 瓜瓜 停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的东西都挺贵的 而且盖不设账 客人若想吃饭 还请另外找个地方 嗯 我看起来像个要饭的 哇 啊 对啊 你这是 你再说一遍 我这 没点眼力见儿 这位大侠 是我家小二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里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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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您是要爆炒牛肚吧 请稍等啊 我这就帮您安排 不 好一夜 一夜 客官 请慢用 听说 有人借了黑石帮的宝物 还把他们的副帮主杀了 这几天 落日山脉都快被黑石帮的人 掀个底朝天 愣是找不到行凶者 知道是丢了什么宝物吗 好像是张藏宝图 也不知道谁这么大胆 哎呀 不说这个了 我听说啊 破天宗要朝我们这边 招收弟子 哎 你觉得 我二舅的三姐夫的池子 能不能为破天宗看中啊 你就拉倒吧 蛤蟆 黑蛇帮的那张藏宝图 为什么会窜进我的脑子里啊 不知道 大千世界的玄妙东西太多 我哪能一一清楚瓜 你真是 那里就是练七哥 乖乖 小二 买单 谢谢客官 谢谢客官 你再考虑考虑嘛 乖乖 先去看看再说 乖 那你有事再教我 哇 装饰还蛮不错的 我该找谁问问呢 哎呦 这种不错 这种没不错 是 好 好 我不是 你今天等我再来见啊 我也骂一个 去去去去去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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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白帝城的炼气阁啊 那可是附近所有修炼者的圣地 因为啊 只有这里能买到各种稀有材料 还有很多厉害的兵器 炼气阁内不得喧哗 众人皆知的规矩 你不懂 司徒管事 你 竟敢 撕动炼气阁的藏品 看来你已经做好 卸条胳膊的觉悟了 炼七阁的武器 不是可以使用吗 那是之前的规矩 从今天起 碰了就要买 你有意见 没 没意见 我买 我买 很好 五千零食 拿来吧 这么贵 炼七阁所出宝府 就是这个价 有钱付钱 没钱留守 撞上燕过都要留恨的 司徒管事 这倒霉鬼 可要剥下一层皮咯 不过是把 没有品贴的普通兵器 你也敢卖五千零食 外头铁匠铺 五十个零食 能买一打 你敢质疑我 你算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不能质疑 臭药犯的 太狂妄 是要吃苦头的 脾气不要这么火大吗 好强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 司徒管事可是有启灵八截 他居然几瓶徒手 就接住了司徒管事的衣服 你 可恶 松开我的补丧了 想要 那给你吧 炼气阁 名字蛮好听的 结果水平 还不如街头的打铁匠 你好大的胆 居然敢侮辱炼气阁 司法队何在 炼气阁 既然你们想玩 那我就陪你们玩玩 我炼气阁一向公平热情 什么时候需要武力去赶客人了 都给我退下 大人老 楼下所事竟惊动了大长老 是司徒的罪过 你确实有罪 居然敢仗着炼气阁的名声为非作歹 今日起 执法队四人扣出一月零食 司徒贺免除官室职务 扣三月零食 这 不服 没有 那就退下 若有再反 立刻走人 殿气阁不留无德之人 联气阁管理不善 让你们受惊了 今日 这阁中武器 两位可随意挑选 就当是我的赔礼了 老朽 是这炼气阁的长老 欧阳修 属下无礼 冲撞了小友 不知道 这样处理 小友可还满意 大长老处事公平公正 晚辈自然是满意的 既然小友满意了 能不能将手里的东西 收起来呀 这是当然 年纪大了 自然有些贪生怕死 小友莫乖 以小友的实力 一楼的兵器 必定看不上眼 请楼上一关 我不买兵器 大长老请看 变异灵兽 这些东西 能卖多少灵石 原来小友贩卖魔兽尸体 是为购买这炼气材料啊 这么说来 小友也是炼气师 小友年纪轻轻 就已入灵者三级 想必炼气水平也很高吧 马马虎虎吧 如此年轻便拿到炼气师资质的人可不多 小友谦虚了 那个炼气师资质是什么 我好像没有那玩意儿 炼气师必须通过官方的资格测试 才会被各大势力认可 毕竟不是什么人随便打造两把武器就能称为炼气师 小友没拿到这个资格的话 之后会很难卖出炼造的器物 那这个资格考试在哪里考 炼气阁中有官方所设考点 不过小友既然是炼气师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好意思啊 我很忙 没时间也没兴趣 我先去考资格测试了 炼气阁必会给小友满意的酬劳 酬劳 小友只需带炼气阁参加一场炼气大会 若成功夺得头筹 不仅炼气阁的材料任小友取用 还会有额外的奖励 额外奖励是零食吗 当然可以 任小友开价 那我要先收定金 要是最后不成 定金不退哦 不过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可以 这就是定金 虽然我在陆日山外也赚了不少 但炼气阁一出手 就是一万零食 不愧是传说中除了兵器就剩钱的地方 好了 现在告诉我 那个什么炼气大会要怎么参加 不急 我先带小友去参加资格测试 拿到炼气室的资格后才能报名参赛 师傅 师傅 小点声 你师妹炼气正值关键时刻 别打扰她 是 师傅 欧阳长老找了个没拿到炼气师称号的愣头青才赛 你从哪儿听来的 炼气阁都传遍了 欧阳长老明知道 这次比赛 有破天宗的炼气师参赛 我们总共才拿到四个名额 他就这么浪费 难道 我阁内的众多炼气师 还比不过一个毛头小子 师傅 师傅 不错 后续若铸造得当 成为黄街武器 也不是不可能 恭喜若兰师妹 这里怎么还有小孩子炼气呀 灵仪小勇 这位是 欧阳长老请让一 你这小孩个头不高 力气倒是蛮 你才小孩 我奶奶我猪若兰 早就成年了 好 吃饭的 我带有猪猪 你这小孩儿 这个小孩儿 这是灵一小友在测试练气室资质时 练出的短刃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他用最低级的煤铅石和粗铁矿 练出了黄解的武器 这把短刃 真是你自己练出来的 是啊 材料也是我给的 灵一小友练气室我们都在现场 不错不错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人 说话就说话怎么还骂上了 我这徒儿心直口快 还望小友莫要见怪 他只是惊讶小友用最低级的材料 练制出了这么好的武器 练气和时间地点状态都有关系 这次能出黄街说不定只是运气好 好了 如今四个名额已满 半个月后的练气比赛就看你们表现了 小友若不嫌弃 练气阁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那最好了 能省不少零食呢 那就让管事先带小友去休息吧 你们也下去吧 是 我找的人是不是很厉害啊 这样的练气天才 我都忘记有多久没见过了 那你是不是要把东西拿出来了 之前可说好了 只要我找到比若兰更厉害的练气师 你就把珍藏的雷电晶石给我 这是当然的 老花头 在下告退 请问你还有事吗 你叫林依 你师父是谁 练气几年了 参加个比赛而已 不至于查护合吧 就是因为你代表练气阁参赛 才要把一切交代清楚 不然倒是出了差池 丢的可是练气阁的脸 练气比赛比的是练气功夫 与我来历有什么相干 你 不送 走就走 你可真是不解风情 那小丫头明显是想与你亲近 又抹不开面 瓜 你干嘛不顺着人家的话头往下说 与我亲近 我都觉得在受他审讯了 感觉他下一句就要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将作为 呈堂正宫 单身狗 没救了 瓜 我已经有老婆了 你这只单身蛤蟆 瓜 你要没事可以回去了 我还要修炼 你要参加练气比赛 不挑两件好宝贝能夺冠 之前你买了百科全书二 现在可以再把百科全书的副片买了 瓜 这里面记录着大部分材料的信息 练气师必备 瓜 大部分 全部材料信息的书也有 但是价钱嘛 停 不用再说了 就这个吧 然后就是这本千锤百炼 记载了大部分的练气手法 能让你更快速的掌握练气技巧 瓜 嗯 那我两本都要了 好嘞 本次购物一共消费三万积分 祝您生活愉快 你说什么 多少积分 三万 就是您通过贩卖青狼王 便易清风暴和猎齿猪牙所得的三万零食 瓜瓜 我递个全部积分呐 是的呢 不过您好像还剩欧阳修那一万零食没充 要不 要不你个大头鬼 你个奸商 天天坑爱消费者 宿主可不能冤枉小白 商品可是您自己确认的 怪谁呢 我 哼 可以啊 那我以后就一零食一零食地冲 累死你 瓜 这 别呀 大爷 瓜瓜 这样吧 小白私下赠您一次可以使用最佳解决方案的机会 不消耗任何道具 就当是本次购物的赠礼了 瓜瓜 可以 大爷 那您剩下的一万零食 乖 以后再说 先把我买的书拿来 乖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小兔子乖乖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 你在房里 干啥 别误会 我是在修炼 修炼 你刚不是走了吗 找我还有事 你最近别出炼七格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 炼七比赛就快到了 我不想出别的差池 林依 你既然被林家通缉 就不该来炼七格 把麻烦带给我们 住口 若兰师妹 我这也是 为了炼七格的名声 进去 我会解决的 没理事 不是好歹的丫头骗子 得意个啥呀 你可别误会 我没那个先行调查你 只是刚才 不小心听到师父和欧阳长老的谈话 你一进炼七格 就被林家的人盯上了 他们不敢在这闹事 又赖在门口不走 楼下管事觉得他们行迹可疑 就捉来盘问了一番 听说林家大少爷 这次放话出来要你的命 你要多小心了 林家少爷 他算啥 你不知道他有启灵舞街 启灵舞街 我一只手就能解决 你就会吹牛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注意点 别给任七格惹麻烦 哦 哦 好 果然是你 立刻离开百地城 你让我走 我就要走 说不过 是要动手 林家内战 完成 告诉他 我是不会离开百地城的 希望他行吧 你这是要去林家 去找家的啊 滚 只是去确认一件事 林家 没想到 当年孙林两家那一战 孙家后然居然没被赶进杀绝 哼 听说孙虎与得了机缘 竟到破天宗 林家今天算完了 诺大一个林家 连能接下我哥一拳的人都没有 这百地城第一世家的名头 是不是该一主了 林家当年能打败你们一次 今天就能打败第二次 林家弟子不具任何人 你上去对阵 林家好怎么不自己上 孙虎已明显是借七苏之名 你也杀我林家弟子 你 大少爷身份尊贵 当然不能上 既然知道是虐伤 林孝天也不阻止 这么多人看着 孙虎之妖战 我们若不应战 这场的明星王大哥 所以 名声比人命还重要 你 你太过分了 他不过启灵境 哪能承受住 你这个灵者的权利一击 郭躁 我去换你试试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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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 凌家的少爷 居然只有启灵五街 真弱 你也给我 去回首 哥 嗯 哥 嗯 凌家的少爷看不下去 要挑战你 我 我不是 我 我放箭 我认输 你赢了 嗯 别打我 认输 刚才是谁 喊着凌家弟子 不惧任何人 我 我 认输可以 给我跪下 磕三个响头 说你是松包 凌家全是废物 我就让你下去 我是松包 我是废物 凌家也全是废物 求你饶了我一命 哎 哎 哎 台上切磋 观战之人不得干扰 你 你这老东西 倒是有个是食物的好儿子 既然这样 那就滚吧 啊 这这 哼 哼 哼 可恶 你这混蛋 说话不死 你 上来说话 嚣张 我来和你打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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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叫什么名字 就凭你 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狂妄 我看你是找死 如果你有命的话 欢迎 放 好厉害 又是我 估计撑不过一心 大哥 欢迎战之人 不得干扰 滚开 别挡路 你 这都你为我 很好 你这一招的威力确实强横 让我连七伤丹都有了 一丹七伤 听着伤害身体的代价 强行提升修文 难怪你的灵力波动这么多 现在我的实力 已经达到灵者五界 可以去死了 那也要你有这个本事 叶焰狂当 分雷剑 分雷暴制 到哪里 速播 走 好 好 好 ç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族之仇 正大光明来报仗 打着切磋的名头 残害您轻一辈 你现在的下场 咎由自取 孙家的人跑了 家主 不能放虎归山哪 追 跟我上 怎么还想抓我 你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也罢一切都是天意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按她的交代 若你开始修炼 就一定要保管好 这枚玉佩 我母亲 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让你逃过 那些人的监视吧 那些人 当年 他们强行带走了你母亲 你因天生不适合修炼 我要以废剧双腿为代价 才保住了你一条命 那些人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带走我母亲 他们的来历 我也不清楚 你如今得了机缘 踏上修道之路 未来是福是祸 还难说 那天飞虎的内长 就是想帮助我 逃出林家吧 贾豪是寄人家主 你对他动手 我必须给家族一个交代 我只能如此 我知道 你之前在林家 受了很多委屈 是我没尽好父亲的责任 亏欠了你 虽然你对这里 没什么好感 但日后如果有难 记得回来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这样的小地方 也有人敢自称炼气阁 那是破天宗的炼气师 和长空 别与他起争执 长空啊 这场比赛 聚集了附近 有名望的炼气师 说不得 就有高人在内 你 不过是寻乡野村夫 看我怎么碾压他们 楚太白 一个老东西一来就给我们下马威啊 老朋友实在抱歉 我宗门里的人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请见谅啊 太白兄客气了 若非太白兄从中斡旋 给了炼气大会第一名 能入破天宗修炼的奖励 报名参赛的人也不会这么多 我这招生长老也就这点用处了 不过 宗门派了炼气师参赛 这个第一名 怕是不好拿哟 那就各凭本事啦 若兰 不得无礼 这边请 这次的炼气大会 炼气阁是作为主办方参加 比赛结果不仅关乎你们的前途 更关乎炼气阁的名声 可破天宗的炼气师也参加 怎么想我们都赢不了吧 还没笔怎么知道 长老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我也要说 笔完 记得把剩余的灵石给我 你可是炼气师 开口闭口就是灵石 你就这么缺灵石 你就这么缺灵石 是啊 很缺很缺 只要小友能赢 一切都好说 那就行 居然妄想赢破天宗的炼气师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欢迎各位参加炼气阁举办的炼气大会 今天将是众多炼气师展现实力的时候 正如之前所说 夺得头筹者 不仅可以获得炼气阁提供的丰厚奖励 还能进破天宗修炼 还能进破天宗修炼 我是破天宗的炼气师 想赢我 你们就别做梦了 至于你们的奖励 怕是也入不得我眼 长空 行 炼气阁是储长老的旧友 我不能让你们难做 这样吧 我要是赢了 奖励我就不要了 你们就摘了炼气阁的牌匾 让我踩上两脚 你 怎么不敢吗 也是啊 炼气阁要真有本事 何至于苦苦哀求我们 讨来这么个修炼机会 欧阳先生 答应他 破天宗虽然是大宗门 但我白帝城 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地方 炼气阁是我们所有人的圣地 岂能容他这么侮辱 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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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收头 收头 сложно 可惜比赛不是说说大话就能赢的 那如果你输了呢 那我就任你们处置 诸位 差不多可以开始比赛了 练器大会的时间为一天 香烧完比赛就会结束 大家注意时间 比赛开始